看我们买菜是不是都剩下很多这种小小的塑胶袋 对家里超多的 我们现在要环保减缩 像去超市或是去菜市场买虾回来都会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放 因为一次不可能吃这么多 有这个超方便的 虾子洗干净之后就可以一只一只放进去咯 把虾子一条条排好拿去冷冻库注尊 下次要吃的时候直接这样剥几条就可以了 超方便 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沾沾细胶防水袋 如果去餐厅吃不完想要打包外带 用这个沾沾细胶密封袋 再来不用担心汤汁外露诶 用环保超赞的 它这个风口只要按压就可以密封了 超安心的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沾沾细胶密封袋 你看直接这样去买豆腐 多方便啦环保诶 而且超安心的 哇它这个密封条真的超安心 好赞哦 它这个吃不完的打包汤品也可以耶 很方便 哇我好爱这个哦 哇这个好方便哦 欸这我去溯溪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放在里面耶 它这个超方便的 可以变成防水袋 这样我去海边就可以直接看把钥匙手机放进来 还有这个扣子 欸太方便了 我这样溯溪好 以后溯溪都带它 这样子 我就可以用手机拍照了耶 好棒哦 好我们来实测一下哦 有没有 完全可以带着去 还可以拍照 还行耶 好赞哦 要旅行的时候 讨厌那种牙刷濕濕的 或者是一些刷子 濕濕的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就用Starsha这个水型包来装 看牙刷刷头 旅行用的沐浴乳 要再塞一只牙刷也可以哦 普通牙刷的尺寸 完全OK 它这个超密封的 旅游水型超方便 好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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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赞哦